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肖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据说每个人一出生就被分配了一个生肖,它影响着我们的命运和运势,如果你的家中有以下三个生肖,蛇、兔、马,则意味着你会走运,可以避免许多严重的灾难和疾病,蛇年出生,据说蛇总是躲在草丛中,在黑暗中等待最好的机会,因此,2022年和2023年这两个幸运日会带来很多挑战和困难, 但在接下来的2024年,他们将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只要敢于冒险,抓住机遇,就能在不久的将来脱贫致富 图年出生,属兔的人以温柔善良之称,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预知未来的能力,因此,他们能够冷静地应对困难情况,轻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尽管近年来他们经历了一些挫折和挑战,但未来几年,他们将克服重重障碍,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金钱潜力无限的成功人士 马年出生,在古老的智慧和传统观念中,马被赋予了像水球草而生的天性,象征着坚韧不拔和顺应自然,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这样的寓意深入人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那些属马的人们,就如同这寓意中的马儿一样,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往往能在生活的田野上收获满满的果实 成语中,同甘共苦,汉马功劳等,都是对马的品质的赞颂,寓意着忠诚,勤劳和与众不同的精神 在众多与马相关的成语和故事中,我们看到了马到成功的壮志凌云,也体会到了走马观花的轻松愉悦 这些成语和故事,不仅仅是对马的描述,更是对人性中美好品质的提炼和升华 那些在繁忙的购物中心,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 依然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保持积极乐观心态的人们,就如同马儿在草原上奔腾不息 他们定能追逐到更高的目标,捕捉到更大的回报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动物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力量或是特殊的属性 它们不过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某种文化内涵和深层的寓意 你可以选择相信这些象征的力量,也可以保持怀疑 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 在星座的宇宙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星座来判断一个人的幸福与否 现实世界中没有绝对的公平,每个人的道路都是不平坦的 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努力追求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 我们就一定能更接近自己的目标 正如马儿无论遇到怎样的风雨,都会向着目标前进 我们也应当如此 无论生活,急于我们什么,都要勇往直前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们难免会目睹他人的辉煌成就 心中涌起羡慕,甚至极度的波澜 这些情感,如同夜空中偶尔划过的流星,瞬间照亮我们内心的暗涌 然而,在这繁星点点的宇宙中,我们应当深刻地认识到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属于自己的运行轨迹 都有构筑自己幸福的家庭和归属之地 他人的成功与幸福绽放于他们耕耘已久的原地 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 对此,我们应抱以尊重而非极度的目光 应以宽容和理解的心态,为他们的成就喝彩 当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希望改善现状 渴望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时 唯有将梦想付诸行动,才能让幻想的泡沫转化为坚实的现实 在这个充斥着无数挑战与机遇的新时代 我们要以奔腾不息的马儿为榜样 无惧前方的艰难险阻 坚守内心对自由和卓越的追求 就让我们在生活的广阔征途中 以马儿那不屈不挠的精神自免 勇敢地向前奔跑,不懈地探索未知 直到我们抵达心灵深处那梦寐以求的绿洲 这世上最甘甜的果实往往源于心情汗水的浇灌 人生画卷上最绚丽的一笔 也必然出自自己的双手 不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的高峰还是低谷 只要心怀改变和成长的愿望 那么请铭记 行动是你通向理想彼岸的唯一桥梁 它将引领你穿越重重迷雾 踏过种种经济 最终到达心中那片鲜花盛开的乐土 生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旅程 我们总会遇到风浪和暗礁 但正是这些艰难考验 磨砺了我们的意志 锻造了我们的品格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梦想本身 更是那份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勇往直前的行动力 每一次跌倒后的爬起 每一次失败后的尝试 都是向着梦想迈进的坚实步伐 正如马儿在奔跑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我们的人生也应在不断的挑战中绽放光彩 让我们把目光从外界纷扰的世界中抽离出来 转而投注到那些我们可以触及可以改变的现实生活之中 家庭、工作、友情、爱情 这些如同一颗颗璀璨的珍珠 串起了我们生命的丰富与多彩 它是我们心灵世界的支柱 也是我们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 去影响、去塑造的地方 家庭是我们遭遇风浪时 最为坚实的避风港 温馨而宁静 工作是我们立足社会的基石 体现着我们的价值与尊严 而友情和爱情 则是我们心灵深处最需要的那份滋养 如同清泉般润泽着我们的心田 在这些领域中 我们应当怀揣着对心爱花园般的热情与耐心 精更细作 静静守候 最终收获的定是一元的鸟语花香 生活中每个人的旅程都是独特的 没有雷同 亦无需与人攀比 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 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们只需与自己敬赛 无需在意他人的眼光和评判 有人或许会羡慕别人的成就 认为他们如星辰般耀眼 然而 请相信 你的道路同样星光翼翼 独具特色 在这条属于你的跑道上 你是无可替代的主角 你的每一步都刻画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这故事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由无数个点点滴滴的瞬间汇聚而成 请不要轻易羡慕他人花园的繁花四季 而忽视了自己脚下的这片肥沃的土地 你有自己的种子 你有无尽的可能 只要你愿意挥洒汗水 只要你坚持播种希望 众有一日 你的世界也将是五彩斑斓 花开成海 要明白 不论你现在身处何种环境 不论你的梦想 看似多么遥不可及 只要你怀揣改变的决心 只要你渴望成长 那么请铭记在心 行动 它是开启未来大门的钥匙 是梦想转化为现实的神奇魔力 在这条慢慢人生路上 我们都会遇到艰难险阻 但正是这些挑战 塑造了我们的意志 魔力了我们的信念 不要畏惧路途中的风风雨雨 不要怀疑自己的力量 勇敢地跨出步伐 持之以恒地向前 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你的成长与蜕变 每一个挫折都将成为你前行的动力 在这既漫长又短暂的人生旅途中 唯有行动 才能让我们的梦想生根发芽 才能让生命之花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让我们以马不停蹄的精神自免 勇往直前奔跑在那条只属于自己的道路之上 这条道路或许曲折 或许坎坷 但正是这样的旅程 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个来之不易的成就 我们的人生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 充满了未知和惊喜 而我们就是这部电影中勇敢的探险者 一路披荆斩棘 只为寻找内心深处的那片绿洲 在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浪潮中 我们如同一夜偏周 在波涛汹涌中寻求独立思考的灯塔 以坚定的信念为番 破浪前行 外界的喧嚣如同迷雾 容易让人迷失方向 而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在这纷扰的世界中 屏蔽那些干扰 专注于自己内心的声音 那个最真实 最原始的自我引导 生活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节奏 每一部都踏实的印 在各自的人生乐章上 谱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 别人的成功之路 或许是璀璨夺目的星光大道 但未必适合我们去复制 我们的人生不是一场模仿秀 不需要按照他人的剧本演绎 相反 勇敢地做自己 听从内心的呼唤 用心去感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用我们的行动 去诠释生命的独特价值 在这条追寻自我的道路上 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有的将成为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 与我们并肩作战 共同成长 有的则会以误解和质疑的面目出现 考验我们的决心与毅力 面对这些 我们无需畏惧 更不应退缩 请相信 只要我们始终坚守初心 如同砥砺前行的旅人 那些误解和质疑 终将如同沉雾般消散 而真挚的友谊和坚定的信念 将成为我们前行的永恒动力 让我们携手共进 在这瞬息万变 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把握住自己的方向 坚守内心的信仰 这是一场漫长 而又充满挑战的旅程 但只要我们心怀信念 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我们前进的脚步 直到有一天 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片绿洲 在现实世界的舞台上 绚烂绽放 展现出生命的顽强与美丽 那时 回首来时的路 我们会惊讶于 自己已经走过了那么长的旅程 一路上的风风雨雨 都变成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 每一次跌倒后的爬起 每一次挑战中的成长 都如同一颗颗璀璨的珍珠 串联成我们人生旅程中最美的风景 这些风景 将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一声灰 照亮我们继续前行的道路 所以让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在这个多彩而又复杂的世界里 用独立思考和坚定信念 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无论是在风雨中还是在阳光下 我们都要勇敢地做自己 让生命之光在坚持与努力中 散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探索 指甲 预抬 离 离 离